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马龙在奥运会获得冠军之后 一直状态都还可以吗 其实两个队员也很多相似的地方 这两个队员从人品来说都挺好 从训练刻骨程度跟踏实程度来说都是很好的 从打球来说他们很注重实力 他并不是反正是靠变化 靠那些技巧 他们完全靠实力的 花哨的东西就多了 所以我一定坚信这一点 刻骨运动员到最后心理数字不会差 刻骨训练的人到最后心理数字不会差 因为心里有底 他本来刻骨的本身就是在练心理 所以这两个队员我都很喜欢 正好曾老师遇到的这两个都很喜欢的队员 那这样看比赛的话会不会比较纠结 也不知道该哪方得分更好一些 你看这两个基本功力比较扎实 是 对拉起来就非常给力 从技术上他们两个最大特点在这 我刚才讲的老一点的运动员反手能力差 所以马龙的正反手能力比他均衡 这是王立芹的正手 从事业上来说也是顺得上的 正手能力很强 王立芹反手慢慢他也跟上来了 他与世俱进了 他反手的能力也比原来好一点了 也加点旋转了 但是毕竟原来的反手基础 没有正手那么深 王立芹加班在这边是不是有练练反手 这个很难说 为什么呢 他有人说我把我正好练得更好一点 就只练这一招 不是我把正好练得更好了 我反手自然的 就不太明显 因为我正手一好 我全台跑 那反手就不太落出来 所以这个看你怎么想 你说我反手差 我老练反手 毕竟比赛不是靠反手打 比赛不是用缺点去打比赛 是用优点去打比赛 所以是实在避免不开的缺点 一定要裂 但假如是能够用侧身来弥补的话 他有可能用侧身弥补一下 也是个办法 这不好讲这个话 我刚刚看 在前一场比赛 就是陈起和反手打的时候 两个人离球台都没有拉得这么远 但是到王林琴和马龙这块 两人对拉越拉越远越拉越远 长台的这种进攻 因为刚才他们两个人打前三板 打了很多 没打开 所以说中台对拉 跟远台对拉 就少了一点 他们两个一打到最后 基本都打开了 所以这个球的比赛 就好看 好看 所以好看 你打开以后呢 它前后活动 那么范围就大一点了 但是这个球就比较好看了 算比较好看的球 比赛好看的球 比赛好看的球 毕竟活动很危险 那马龙已经有三个球了 都吃在网上了 那大家可以听到 这个从话筒里不停地传出 有呐喊声 并不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球桌上 而是在旁边 因为呢 同时进行的是有八个球台的比赛 我们为大家进行直播的呢 是在主球台的这场比赛中 同时其他的队员呢 也是17名队员 在进行一个单向循环的一个比赛 那么大家可以登陆我们CNTV呢 去以我们崭新的一个页面 四路信号 同时为大家进行直播的这么一种模式 来观看比赛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你想看的东西 这个球是不是马龙搓得比较强 这个球就是本来 王立新发来以后就想抢 没想到马龙突然摆短 所以他以为出台了 就没出台 判断上一个错误 那这两个就正好相反 刚才马龙摆得很好 他一摆摆高了 摸出机会了 所以这个球显得被动 其实冰方球你发球接发球 这个环节不过 后面的球是没有用的 你正好再好反正不再好没用 你前三板就已经拍了 对了 所以你过完前三板了 后面的实力球才能出来 不过他们两个打起来 比刚才两个就不太一样 他们两个在四发球线上 要比范正东少 他发现他刚才有一局就默默吃了四个发球 根本破不了那种感觉 根本破不了那种感觉 那这两位队员并没有教练坐在场边啊 这个不知道刘国南教练 主教练是两板 他可能是对范正东这么一个小孩嘛 他们在安排教练 这两个人可能是同一个教练的嘛 这两个人可能是同一个教练的嘛 这一个组的教练 所以教练不上来 秦教练就不来了 避免尴尬 有可能的 那么可能这两个都是亲自捡的 这样 嗯 那么他的心情就能够出 好 那刚刚王立琴的一个发球失误啊 马龙是以11比9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了 那我们第二阶段的比赛呢 是五局强三的比赛 嗯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 曾老师就是 呃 这两个人其实已经不太需要教练在旁边 可能他的大赛经验比较丰富 一些现场的情况自己都可以处理 嗯 教练很重要 嗯 但是 我看也不是很重要 那为什么呢 他毕竟球是他们在打 嗯 你说那分把中 对吧 有点多用啊 其实你看了 经常是这样的 他不一定说 我暂停了 做完教练了 我才能赢了 他并不是这个情况 嗯 这教练应该是也很重要 但是关键还是他 那么在他们本人 看自己 嗯 好 那王立琴们现在进行的是 直通巴黎选拔赛第二阶段 第二轮的比赛的第二局 是由中国网络电视台 五家体育台 为能自主 包装自主制作的 特殊的一种新媒体的转播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页面上呢 是四路信号并发的 大家可以挑选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比赛 你看王立琴这个正手 连续进攻 王立琴的正手 能力跟质量就比较高了 就是根本不需要给机会打到反手 正手就解决了 这个位置打的王立琴就很便宜 这是我们说中路 这是正反手 需要让位让完位才打 这两个人打球为什么好看呢 因为第一他们两个完全是打实力的多 变化前三板 一过完以后 他们实力都能体现出来 所以来回的板速啊 各方面就比较多 那比刚才那场就比较多 所以说其实国拼内部的比赛 就是世界顶级的比赛 所以对于直通巴黎 我觉得我们网络电视台来进行这种转播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也有价值的 你从技术水平来说 那的确实来说 是世界最高级的 但是从这不太气氛来说 还跟国际比赛不一样 所以那毕竟是对内比赛对内选择 那跟奥运会跟世界别的压力 跟什么心情还是有些区别的 所以我刚刚就在这问曾老师 我说会不会大家觉得 这有转播那边有转播 会不会有心理上的落差 不会 诶 落着差可以吧 隔壁桌的这位同学好有激情 这个喊其实就是一个 这个叫把默念公开化 以前的时候 你那会儿也在呐喊 他开始不会喊 后来会喊 喊一喊他又不喊 这个是从内到外 从外到内 这确实是一个过程 嗯 对啊 哇 因为小孩打比赛 他打杀杀杀杀 他一直喊 一打大点他都不太喊 嗯 对啊 你看咱们两个打起来不太喊 一到十平九平到最后 关键的时候他也按一下 对 放松的一种 这是自我暗示的一个公开化 嗯 那网友朋友们有什么 呃 想要跟我们一起聊的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呢 都可以在微博上提出 这样的话一会儿呢 我们会有赛后的采访 也可以有什么问题 像曾老师请教的呢 也是可以在CNTV体育台 的官方微博 或者礼物的微博中提出 哇 声音很大 嗯 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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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冰王球运动员明显的身体速度比较好 身体比较好 身体速度比较好 比赛才能更好看 您所说的好看的标准是什么? 我一般看好看 我还是愿意看到他们的气氛上 比分比较结界 因为从赢书胜负最好看的时候 我能够有立场才好看 我没有立场 我就是看看我的脑 也无所谓 您是站在谁打得好 您就支持谁 假如我希望谁赢 假如我有立场 比如我当教练的时候 我希望我对眼睛看起来才有刺激 假如跟我没多大关系 你参与到里面的跟你有关系 甚至可以说明一点 跟你利益关系挂上钩了 嗯 这个是实话 曾师老师说的 觉得是大实话 所以我们的很多网友朋友们 很多粉丝也是看比赛特别有激情 都遇到自己喜欢的了 像这场比赛 我敢肯定大家肯定在网上都已经 肯定都讨论的不可开交了 又支持王力琴的 又支持马龙的 双方的支持率都很高 哎呀刚刚说到这些网友支持 就是就你比如我就看到 微博上有朋友说 如果旁边有我柯 张继柯的比赛 麻烦报下笔分 他们在看这场比赛 但是心思完全不在这场比赛上 对 他有他的喜欢 他有他的偶像 嗯没错 那张继柯呢 是在今天下午的五点钟 应该是今天的第四场比赛 是张继柯的比赛 对这周宇 大家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呢 喜欢继柯的朋友呢 来关注一下 马龙是连赢了两局了 嗯 今天打到八平以后 这三个比赛 这还是在某些环节呢 扣得不是很紧 这有一把球 嗯 稍微掌握不好 你一招 摸弄不好 你下面招招被动 那是这么一个说法 其实他并不是最后那一下球输的 嗯 他输在前面呢 前面那一下球 对其实可以看到 看到一个球处理不好就被动了 对对对 到这个 这是11分 其实 你国际比赛改革改那么多 又是打球 又是11分 又是这个呢 最要害的 就把比分弄少 比分一少 然后你就打不大 嗯 对吧 你敢打两个球 那更加 对吧 那就不是谁赢谁输 打两个球 所以我讲这个意思 曾知道太可爱了 嗯 但是他改成这个11分 是为了遏制中国队员的 当年的这种持久战的这种感觉 嗯 从大的来说 是为了整个冰棒球运动的发展 嗯 因为你 你什么东西都是这样 你假如都是一家独大的话 滴滴球鞋来说 人家的积极性受影响的话 也不利于冰棒球员的国际上的推幅 嗯 那么大球啊 跟11分 他为了那么竞争更加厉害一点 多的人 能不能跟你有这个掐头 你才有看头 嗯 那你就没看头 没错 嗯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的比赛 嗯 你看这两个打球好看 嗯 你看这球 说年轻选手 反手能力是比老的好一点 我昨天正好进来 我们在搭建场地看见马王 就在练反手 一直在练反手 对 原来我们的训练呢 假如练一百分钟 嗯 有七十分钟是要练正手 嗯 这练反手时间太少 就您那会儿的时候 对啊 那现在有些地方还是这样 有些地方还是这样 有些地方还是这样 对反手的训练不是那么太重视 嗯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练反手的方法也少一点 嗯 再加上 教反手的水平没有教正口水平高 嗯 所以为什么 原来中国的反手怎么练都没有 现在欧洲反手顺 那这是跟我们中国原来的 这横板反手 都是会快过会打 那不会有反手功 那没有关系 嗯 那现在我们已经来反手了 跟欧洲差不多了 那也都挺好吧 何止差不多呀 我觉得那简直都已经遥遥领先了 遥遥领先 遥遥这两个字什么时候都说不上 嗯 我说曾老师看问题特别特别犀利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插曲 刚刚我在跟曾老师在说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球蹦了过 就是隔壁这位非常激动的同学 把球打到我们这边来了 还是非常激烈的比赛 我说有一点有两个球 我说第一个球 我说的是一排练的同学 我说两个球 我说一排练的交平 我觉得这较球 当然是不够在的 那这条小插曲 我说有什么可能的 这是被对的 我那顺便 我们网络第二台无家体育台为您现场直播的直通光临选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 那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四路信号同时并发的观看模式 大家可以在视频窗中选择右侧的四个小视频 您可以直接拖拽到大视频中就可以观察不同角度的同一场的比赛 大家不妨去试一下这种全新的转播模式 这个直通其实就是一个逐步在进步 那原来这没什么直通说法 好像从布兰梅那会儿 对从布兰梅看 原来我们就是基本的教练主头论 我们要报领导 我们原来就是我们自嘲我们教练主 就开神仙会 神仙一说神仙一说谁好谁就去了 那现在慢慢就选拔了 你看我礼拜天来了 上来一看到马铃也来了 好帅也来了 那马龙也来了 好多这个主力队员都来 都来加班了 礼拜天我说马铃你来干嘛 我来练习 那准备比赛啊 所以好政策才能调动大家进一切 这政策是很关键的 有竞争才能更好 只要你公平公开公司 不要你管 他就会练 他就会训练 以前就是你们教练猫在小黑屋里 然后定谁就是谁 是啊 也不可以反驳吗 根本就不知道反驳什么宣布这是谁来的 因为我们就服从领导了 哈哈哈哈 服从领导 嗯 嗯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这个 其实就政策一对头 激进就能出来 嗯 政策对头 你整个事业就能发展 骂子 好 现在比分但是9比4 马龙领先 10比4了 表演一个了 表演一个了 漂亮 完满收官 纯表演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刚才那个球打成这个样子了 最后一个球 王丽勤也不好意思再拼了 最终的马龙还是赢3比0 刚刚其实也能看出来 马龙可能比如说也很尊敬王丽勤 也不太想把你所谓 给你逼到那个份上 大家以表演的这种形式 双方的感觉都很好 因为是这种比赛 已经是胜券在握 假的不是这个比赛 怎么会这么的 好多的那么这场比赛 还是3比0 马龙也是轻松的拿下了 也是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好嘞 好多的 好多的 好了 马龙这边呢 呼吸还很急促 还很累 就被我们又拽到了 这个解说席上 刚比赛怎么样 曾老师是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 我觉得打得还不错吧 因为可能相比第一场来说 我觉得第二场 可能跟王立琴 从我自身来讲 我的这种调动上 可能要比第一场更好一点 然后可能像碰到 王立琴这样的对手 如果你不调动 可能也不好赢 所以说要想赢些比赛 所以我来说 要能够放肥心态 能够全力一幅去调动自己吧 刚刚其实曾老师 一直在说正反手正反手 一个新老队员 可能他那个年代 他说他那年代 可能70%的时间 都是练正手 但我昨天在这边的时候 看你就一直在练反手 其实也不是 可能相对于来说 发展当中 可能反手的重要性 可能越来越强 但这种南线来说 这种主体还是需要正手 可能相对来说 从这种速度上要比 可能原来一代要更快一些 离台可能更近一些 那刚刚的最后倒数第二个球 很明显是在表演 当然怎么想 其实可能 作为利格来说 可能10比4 他相对来说 可能这种追回希望也不大 然后可能也是这种 借助这种比赛直播 可能也是这种 可能为大家献上 这种乒乓球这种表演 可能当初04年的时候 总决赛 王立芹跟马莲 也有一次这样的表演 所以说也让大家 更好看到乒乓球 其实也是有表演性的 如果这也不是一个队内的选拔 而是正式时评赛的决赛 你还会选择这种表演吗 应该不会了 其实网友知道呢 我们会转播你的比赛的时候 都非常的激动 就嗷嗷地叫着 让我再挖点料 但是 你们最近的生活怎么样 生活 对啊 除了训练之外的一些生活 挺好的 除了训练 因为这一段 一直之前是超级联赛期间 所以说大家可能都是在 为可能有时间回北京 然后就在准备 也是难得回来 对 因为联赛期间 其实这种 时间还是比较紧的 一个星期两场比赛 一直都是逐克场在跑 然后这种 从下半年奥运会以后 其实在北京的时间真的很少 可能一回来以后也是这种 准备这种答应还 那就是说跟队友们都聚得很少 那跟女队他们肯定更是 有很少的一个交集了 对 跟女队可能